后来四人帮倒台 劳家的牙医朋友放回出来 劳家去了做检查 竟然发现神又再一次在他身上施行神迹 四人帮到了以后 学校让我去再去检查看 那我就照X光 牙很干净 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你看这个牙 这个情况这么发的 他不相信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劝他信主 他不信 他说我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马列主义 可是这次他看了我的X光片子 他想 他思考 他跟我说 路家 一个定断了根的牙齿 两个不会拔牙的人 奇迹般地给你拔下来 就我专门拔牙的我也不敢 因为根定断了 定破了 拔得不好跟在里面 那就要动开刀用枣子 把它搂干净打干净 所以我相信 他说我坚信 他说我坚信你的神帮你拔的 我说对 你从今天你认识了我的神是活神 是真圣永远的王 路家很感谢神 因为神借着他的苦难 让一个人信主 挽救了他的灵魂 作为钢琴演奏家 最珍重的是一对手 后来路家在牛棚又再遭受到一个恶毒的刑法 就是将他的手指打断 当时他们逼路家将手放在桌上 然后用筷子打横夹在他的手指中间 再用砖头扔下去 路家痛切心扉 捉筷子被打断 他们又再换过新的一只 路家的手腫了 皮破了 骨头都露了出来 手指的肉 血漿 红砖的碎粉 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受完豪盈 路家回到家 太太程浩一见到他的情况 就忍受着悲痛 为路家包扎 我又没有任何药物 就是每天就在靠祷告 一疼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经常会唱的手牵我手 玩的猪牵我手 领我走 这个时候心里觉得神与我同在 后来过了几天以后 还是在疼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好一些 想开开看看 但是那个手 那个血和的肉骨 不沾上了嘛 不能动 过了五六天 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 开始皮发痒 皮发痒 后来我告诉我太太 我有点外面的痒 她说 太太告诉我 长心皮了 没有责断 但是不能动 后来我太太鼓励我 你一定要弹琴 我不愿意 很难受 很疼 每次弹琴 路加都痛到整个人跳起 还不停流汗 那时候我太太 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在大陆 根本有没有电扇 连电扇都没有 不要说有空调了 后来我太太就到杂货店买蒲扇 我太太鼓励路加弹琴 因为这一对是恩典的手 将来要为神弹奏 荣耀主的名 就是这样 路加和太太在文革中 屡租劫难 文革结束之后 路加的生命终露除光 在1982年 路加在中国荣获美国演奏家 阿巴扎碩士正书 1983年 他和太太一起调职到 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任教 劫后重生的他 还开始了用钢琴 从事福音事工 而杨伯伦是其中一位 辅助他踏上这条路的人 我记得我们在1986年 在菲律宾 那时候我们基督教 圣学促进会 开一个大会 我们知道 许路加老师 是一个非常精明的钢琴家 爱主 好心 我们就想办法 能够等他出来 多些为神做工作 于是我们就和一群委员 大家商量 就写了一封信 比起路加老师 我们说盼望你来到菲律宾 我们很多工作 就请你来指导我们 他就说很难 申请得很辛苦 最后他都申请到 我记得出来他很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 我在海外没有任何亲戚 也没有任何朋友 当我接到菲律宾 三月神学院 还有菲律宾 UST大学 邀请我来到菲律宾 讲学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妙 我就在祷告中 我说神是不是 你开路要我出来 为你做见证 妈妈奉献我的时候 就要我做牧师 因为我自己不愿意 但是虽然 我自己没有愿意 像约拿在鱼肚子里 躲了三天 不去传神的基地 可我在躲避 传神的恩典 六十多年了 我现在七十多年了 但是还是躲不过 就是神 我现在知道 神要我出来为祂做建筑 艰难地传活到太平盛世 可以以自身的经历作见证 传福音的时候 太太程浩竟然被接回天家 文革的时候 陆家被凌虐 程浩曾经说过 我不愿意见到你被人打 我宁愿替你挨打 93年 程浩在菲律宾 癌病逝世 陆家一直觉得 太太那么早离开 是神承传了她的心愿 让她承受了 本来属于陆家的痛苦 程浩临终之前 本来已经说不了话 但是 她仍然用最后一口气 在公开场合 重唱盛世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 听到太太最后的歌声 力尽沧桑的路家 亦显得闇然 泪往心中流 为何有这事 太太离开 但又路家一直坚持 两个人的理想 为主作见证 今年74岁的她 最近就不辞劳苦 展开她的中国之旅 在香港首站 她的分享 深深地触动了很多 会众和教牧同工 不管我们在高兴的时候 不论我们在高兴的时候 我们在悲哀的时候 我们在悲哀的时候 我们在顺时 顺畅的时候 我们在顺时 我们在意境的时候 我们在意境的时候 不要感谢神 都要感谢神 香港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说受苦 可能很浪漫 其实都没有什么皮肉的苦受过 但原来 他受苦是真实的一件事 人经历过生和死之后 到这么边缘的位置 今天能够有生命气息 实在是不简单的 因此我每次想起他的时间 我就想到 好像保罗在弗洛比斯所说的一样 照此我切勿所盼望的 每有一事叫我收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他的经历不是普通的经历 是一个很有见证的经历 他最困难的 他又跌倒又软弱 但他又有光强 这些光强是神给他的 我也是从大陆出来的 文革的时候我也是在大陆 我也受过一些逼迫 所以我的信仰也是跟着我一直成长 因为逼迫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逼迫可以跟我们成长 让我们更加的仰望主 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 所以我觉得神创造的宇宙 鸟教 鸟鸟鸣 花香 这都是来表现显现出神的创造的美意 奴家的一生 和很多长者一样 都经历过很多苦难和波折 这种这么宝贵的生命见证 让我们认识到信仰人生的课题 正如圣经里面 针言第20章29节所说 百发乃老人尊荣 天父特别倚众长者 因为长者信心稳固 经验丰富 能够为神完成使命 他怒家用他本来应该残疾的手 为神奏出动人而活泼的乐曲 如果你都想拥有充满希望的风静生命 你和我一起作以下的祷告 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主要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认识真是有神 求主充满我们的生命 愿所有在等候中的 能够传言倚靠神 遇到大小问题 能够立刻祷告神 因为我们相信真是有神 临到活人之地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如果你想认识主耶稣 对基督教有兴趣 欢迎你打人生热线 8100 801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